来关心您的工作权益 如果说周休三日你觉得如何呢 还有资测会示范弹性功识 来看看效果 时间交给万一 疫情过后 有公司把远距工作当成幸福企业的一环 成效如何 带您一起来看 首先看到去年7月到9月 资测会开始了一场围棋两个月的实验 一共有105位同仁参加 那基本规则是每个员工 他们一个月内都要满足168个小时的工时 但是上下班的时间还有工作地点都不会规范 不过要遵守劳机法 一天工作不超过12个小时 每7天就要有一例一休 那根据资测会的分享 实验结果大家的工作产出还有表现 并没有因此变得不好 而且幸福感增加了 不过这样的工作模式会有哪些挑战 带您一起来看 第一个万一你在家上班受伤了 这样算因工受伤吗 再来说在家上班如果要加班的话 该怎么计算呢 因为其实法规对于工时加班费还有休息时间 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 必须要确保不会违法 再来第二个是相较于工厂型的工作 这事情的工作呢更有条件实施弹性工时 但是管理上要同步调整 而且要有完整的工时记录 还有新的加班制度 再来第三个挑战是看到 需要有非常强大的技术跟安全措施 确保说员工他们远端工作的时候 可以顺畅使用公司的资源 而且要保护敏感资讯 不会受到外部的威胁 那我们也整理出了四周跟八周 两种形式的变形工时 四周常见的包括像是餐饮啊 诊所以及观光旅宿等等 这些行业最忙的时候 通常集中在一天某几个时段 那八周适用的行业呢 包括运输业啊 营造业等等 通常都是有淡季跟旺季 差异非常的大 或者是以专案为主的产业 最后我们看到了 大家讨论非常热烈的周休三日 西班牙实测呢 这样压力会降低 而且睡眠会增加 那英国实测呢 像生产力一样维持稳定 而且员工都相当的满意 那其他国家呢 类似的活动也都出现了 前景看好的结果